Yo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Jer 不知為何我最近覺得香港真的漂亮了很多 首先就是你出街時會發現到處都是香港人 再不會看到那群人 就是狗啦 應該是人 總之就是不會看到那群Red Object 在到處爛屎爛尿 還有不知最近大家有沒有試過在尖沙咀逛街 好記得有一次星期天我走了去尖沙咀 嘩 真是小人到 你發現完全可以打橫走都沒問題 而且不知大家有沒有發現 最近的店舖搶了一個非常特別的裝修風格 嘩 真是漂亮到我真的想要尖沙咀逛街 不是開玩笑 好了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說一下 不知大家有沒有發現 最近香港的裝修行業真的非常蓬勃 究竟這部有的原因是什麼呢 好了 相信大家其實都不難發現 這種根據香港特色的裝修風格 通常只會出現特定的機構 店舖或集團 難道是新的商業策略嗎 當中包括吉野家 優品360 美心西餅 美心西餅 富林酒家 港鐵 港鐵 還有民建聯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簡單地說一下 為什麼這麼多香港人 這麼願意義務幫我們做裝修呢 第一 是吉野家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嗎 其實在運動的初期 其實大家都非常支持吉野家 為什麼呢 因為吉野家曾經出過一個廣告 而B題就寫著 不准叫我獅子狗 我個人認為這個廣告是十分成功的 因為他可以很貼地運用一些社會發生的事做一些堅明 用一個跳躲得來又有少許滑稽的方式去宣傳他的火鍋 當我看到這個廣告的時候 當時我曾經跟自己說 無論吉野家的東西有多難吃 多噁心 飯有多乾 牛幾垃圾 醬汁有多臭也好 我都會繼續去光顧這間店 好記得我已經是吃到儲舊積分 免費換到牛肉飯了 但你怎會猜到 那個吉他老母的CEO 無緣無故跟那個廣告公司解約 我都算 你還要在街上炒負責這個廣告的員工 你知道嗎 就因為這件事 我連那個免費牛肉飯也不想換 終於是不要用橙色的背景 用紅色的家裡 我氣得我 之前也要吃三餐 所以吉野家是因為排除異記 炒了一個與他正見不一的員工 所以才發展到吉野家在外牆 貼了這麼多面帽子 發展成一個連儂牆 到之後才發展到吉野家 要用另類的裝修風格 去吸引食客 第二是優品360 原本這家店 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連鎖士多普 不過其實自從759的老闆鮮油後 這個優品360的老闆竟然出來落井下石 在那時候 其實我對這店舖已經沒什麼好感了 加上其實可以提醒大家 在這個運動的7月至8月的時候 有一群所謂的福建幫人出來 曾經多次無差別的毆打市民和示威者 甚至用刀斬傷示威者 好死不死 剛好又被大家發現 原來優品360的老闆 跟福建幫有重大關係 首先就是那個老闆 本身就是福建人 我也算是福建人 那未必跟福建幫有關係 但當你再繼續看他的背景資料 你還會發現 他在2013年的時候 曾經做了一個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有限公司永遠名譽主席 還有在2014年的時候 都被人發現 他曾經做了一個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董事 大哥 參加的社團也跟福建有關的 很難令人相信 你跟福建幫沒有關係 所以其實非常之簡單 是因為福建幫無差別的打市民的關係 所以大家才會這麼主動 這麼積極義務地幫這個優品360 不斷裝飾和裝飾 第三是美心集團 其實美心集團一直都深授香港人的愛戴 有事啦 你迫著吃才是屌你 在街上不是美心食品 是美心西餅 東海堂 Starbucks 元氣等等等等 你怎會猜到 其實這個全部都是美心集團 旗下的品牌 我捉一捉十幾年 其實美心集團 就一直都沒什麼 好地地不出聲就算了 又或者學成哥淫舉師就算了 我捉了你這個美心太子女 對不起 這個收回不下 這個太子女伍淑青 曾經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說過 支持警察使用催淚彈和橡膠子彈 對付示威者 而且他還要在不斷抹黑那群 霸破的學生 就說學生受指使 受梳霸才會這樣做 大哥你無證無據就不能亂廢了 幾十歲的人都傻傻傻 老啦 翻蟹壓招啦 雖然之後美心集團 曾經出過一份聲明 就說明這條傻傻 跟美心集團沒有任何關係 閉嘴吧 你這樣是不會令我開心的 除非你出一份聲明 標題是寫著 屌你老母不熟清 祝你早日全家拿 或者我也會考慮一下 所以美心集團 就是因為太子女衝突來塵的關係 之後才會有那麼多義務幫美心集團 裝修的工程出現 第四是擋鐵 曾經大家都一隻天真地認為 港鐵是為香港人服務的鐵路 在這次運動的初期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港鐵是為了讓大家可以回到家 都有職員拖著尾班車 讓大家可以一起上車 一起走人 所以有很多人即使沒有買車票 他們都會留下錢 以示尊重 但今天的擋鐵 又開又散 生完又開 開完又無緣無緣無故再生 真是彈錯一彈 又是鼓勵不了 而且他們亂找警察 都無視一群香港人 是你們令我明白到 原來港鐵不是被人坐 是被人坐 再加上831那件事 你一直都不肯公開CCTV 完全罔顧一群香港人的生死 所以由於港鐵 一次又一次出賣香港人的關係 就吸引了一群志願團體 去義務幫他們大裝修 第五是民建聯 這個真是厲害 說到出賣香港 民建聯就作為出賣香港的表表者 由即的鼓勵政府推人23條開始 之後又無緣無故有國歌法 然後又補教中 以至最近出現的禁蒙面法 民建聯充分將無恥發揮得淋漓盡致 而且還要經常散佈假新聞 去抹黑示威者 又說示威者收錢遊行 有警察被示威者扔汽油彈 扔十成燒傷 不過我為人很公道 其實民建聯也做過不少實事 當中就包括他成功爭取 綠燈公仔延長2秒 就是多謝了 成功爭取 設置狗屎收集商 打個屌你壓屎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其實我也知道 最近社會不斷發生不同事 天天保持更新 其實有些人看到表面的情況 好像示威者義務幫一些店舖裝修的情況 就覺得他們非常暴力破壞香港等等 希望大家真的要記住 每一次當你看一件事的時候 記得記得要不斷地問自己 為何 為何會發生這件事 究竟背後的原因是甚麼 而沒有單靠表面的證據 就覺得這班示威者非常暴力 好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給我按讚我 又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我之後希望可以拍多些不同的tory 給大家看 或者如果大家有想看的題目 不妨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希望可以拍到給大家看 Bye Bye